中大醫學院昨日發布了一項研究報告 發現無肺患者的腸道微生態嚴重失衡 會影響免疫力令他們更容易受感染 甚至令病情變得更加嚴重 咦?這項研究是否代表了 我們的身體真的不可以缺少益生菌呢? 經過不同研究顯示 其實研究員都找到超過500種 菌種在大腸道 有一個是Lactobacillus的菌種 對於腸道的健康和減低腸道的炎症 提升免疫能力 甚至乎減低敏感狀況是特定有些功效的 另外一種菌種叫Bifidobacterium 可以減低腸耳機綜合症的症狀 例如胃氣漿 甚至乎有些便秘、吐舍等等 但要提提大家 別以為自己的腸很健康 就不需要益生菌 對於可能今年期的女士來說 因為荷爾蒙的影響 他們可能都會尚餘到陰道炎 有一種益菌 就是Lactobacillus reuteri 也有很多不同研究去支持它 可以減低受感染的機會 營養師就強調 如果只是認識各類菌種對身體的功效 其實是不夠的 還要知道怎樣選擇和怎樣吃 益生菌最好是有益生菌配合 從而達到最佳的效果 而益生菌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透過日常飲食 例如香蕉、滷筍、洋蔥、大蒜等等 都可以摺取益生菌 在標籤上 如果我們找到一些含有 英文叫Angliusaccharides 或者Frutal Angliusaccharides 中文是低聚果糖、低聚糖 你就會知道已經有益生菌在裡面 益生菌不只可以為益生菌提供養分 當牠們在腸道結合 更加可以製造出維他命B、維他命K 和短鏈脂肪酸等等不同元素 可以幫助促進身體的新陳代謝 骨質健康和減低患腸癌的風險 在食用益生菌的時候 首先要注意我們需要活菌 尤其是在粉狀的時候 沖不要用熱水去沖 這樣會殺菌 我們要用溫水或者冷水去沖 這樣就最好 除了熱水會殺死益生菌 一些殺菌藥物 例如抗生素 都會將好菌、壞菌一起殺死 有些市民可能會使用antibiotics 都會發現 為何我的尿道炎可能會默了 都建議大家可能使用antibiotics之後 都補給益生菌 除了長度最佳的狀態 看完今集內容 又或者還有其他健康問題 即刻按入內文連結 又或者登入健康平台網站留言板內 寫下你的問題 健康平台醫生信箱 將會在每個星期日 找來各路名醫 解答大家問題 新地假期啊 實貴啦 完全免費 新地假期 你會想看 坐在一起